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 体验服又迎来了一波更新 除了工本重做 还调整了孙悟空 尊策 肉刀 黄刀 帽子 纯净苍虫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是猴哥 改动仅仅一句话 回退与正式服务一致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所有增强全回去了 这一回退 猴哥落泪 情绪零碎 增强的画面 一幕不纷飞 希望以后 还有其他增强的方案吧 接着是孙策 二技能对野怪造成的额外伤害 下调到50% 大招的减甲效果固定到15% 经过测试 尽管二技能对野怪的额外伤害下调 但也可以在1分20秒之内刷完野区 还是一个不慢的刷野速度 大招15%的减甲效果 还是和他妹妹保持了一致 但好在是范围效果 队友也可以吃到 而碎星锤也是常规出窗 所以穿透还是够的 总的来说 对比正式服 孙策还是纯增强 然后是装备调整 首先是黄刀肉刀的叠层上限 又改回了20层 而且每层增长的属性成长 也较上一次更平滑 正式服三级肉刀19层被动 可以提供1940点血量 体验服则有1750点血量 相差不到200点 而且体验服叠满被动 可以再一次性增加300血 总量是比正式服要多100的 黄刀也是同样的道理 正式服三级黄刀19层10 每段增伤95点 跟体验服是76点 叠满20层10完全相同 另外肉刀被动灼烧伤害提高 黄刀的双抗率又减少 对比上次删除式的削弱 这次调整合理许多 目的也更加明确 20层上限是一个编程 可以达到的数量 而且成长属性平滑 不至于出现叠不满被动 明明2000块的装备 变1000块的现象 同时也打消了其他位置出自两件装备的念头 避免人人皆可待惩戒 接着是帽子的被动 增伤回调到30% 之前是35% 削弱到20% 50% 我们就已经算过后期 大概是削掉了150到200点法强 相当于件装备 回调5% 则是还回来半件装备 不至于帽子完全丧失性价比 要说这个赛季 众多法师纷纷丢掉帽子 换上大叔 大叔虽然香 但架不住中路穷 大叔又很贵 而且因为大叔的预热机制 让部分只打一套爆发的法师 并不适配 最典型的就是司马懿 可以看到 司马懿还是轻易射的出帽子 所以就完全吃下了版本劣势 难以翻身 其他的法师大法师 也或多或少受到了影响 丢弃呢 预热大叔被动 就会暴露位置 想打出出其不意的效果 可能就差点伤害 那这次回调 让很多法师可以重新考虑 帽子这件装备了 甚至帽子大叔一起出 再吃一波大叔的比例加成 总的来看是法师迎来了 一波集体之强 最后纯金苍穹 在上次提高80售价的基础下 下调了5%的主动减伤 不得不说 这个版本苍穹 确实拯救了一大波下水道边路 但出色的性价比 让很多其他位置的英雄 也人手一剑 过于提高了生存能力 也被大家调恨为苍穹荣耀 所以削弱也是情理之中 算是一波中服削弱吧 以上就是本期快报的内容了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哦 以该的名为阿拉拉拉拉拉的先有提问 云莹的第三层被动 也就是燎原白斩 会被一些阻挡飞行物的技能吃掉吗 这里可以看到 云莹的三段枪翼 打在盾伤的一技能上 特效还在 但是伤害没有了 说明它是算作飞行物的 公北的一技能也能挡 大涌通会96536 虎牙688 每晚七里半 咱们不见不散